嗨 Friends,今天和大家一起,我们来这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女士的开衫 大家近距离看啊,它实际上是由皮草花纹的领子和两袖这个最大的特点 来作为设计亮点的啊,周深的花纹是一样的 这款作品呢,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了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好,我们下面就来介绍它的正确的这个编织方法啊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六号的支针完成的整个的主体的部分 毛线呢,是这样的四股合成的粗毛线啊,纯阳毛的粗毛线 毛线和针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如果你在毛线链选购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啊,来给它定夺 是用哪个型号的针和线来完成它啊 首先呢,这款作品它编织的方向呢,是才能用常规的啊 从下向上,往返 这片啊,是一起进行的 它并不是织三个片,然后再类似缝合 而是一起完成的啊,你看它这个编织呢,是没有缝合痕迹的 对不对,是完整的 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正式的来解答它的每一个位置的重要的数值啊 为大家轻轻的展现它的编织方法啊 首先,在底标这个位置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共是给它起了144针 往返一共起了144针啊,就在它的最边缘的地方 这,这144针呢,整个啊,从这儿开始一直到另外一头 一定在144啊 好,我们给它写上这两个厘米的厘米针端纹 你看它有一个小边,看到了吧 好,这个小边呢,写上这两个厘米之后 注意了啊,我们会把它的主花纹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需要主花纹,可以给它写下图来,非常简单啊 实际上就是由正针和反针组成的,叫蜗牛针 好了,然后,我们又开始完成两米之后 在左右的两侧啊 你看,这是由四针的锁链针组成的 这也是四针啊 在左右各四针的锁链针的内部 你完全都要给它遮蜗牛针 明白了吗 这样,整体的感觉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整齐的啊 好,我们直播牛针 左右这四针没变过,一直向上推进的啊 知道什么位置吗 这144针,我们一直给它知道月下 这个时候,刚好330米 看,从你开始直播牛针到 从这个位置啊,一直到月下 刚好是33米,不包括这一步法 不包括它的啊 好,达到33米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把所有的帧数 给它区分出 哪个是前片,哪个是后备片啊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啊 我们的整个后备片呢 一共是68针 给大家把整个后备的部分啊 是68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没有呢 我写一下吧 我写一下吧 不得太心疼了 68针呢,是你的整个后备片的部分啊 然后,左右的,你看它这个后备片就从这到这边 一共是68针啊 然后,左右前调,分别是多少针呢 34针,你看,这边34针,这边34针 这边34针,明白了吗? 按照这个帧数的区分,我们来给它分出前后片来 而且在腋下能够减针啊 怎样减针呢 首先,我们要在腋下的一侧 这位置啊,把它减4针 这边也是这样的减4针啊 穿过来到你后备片的这位置也减4针啊 后备片的另一侧,这也是减4针的 减了这4针之后 你看,它这个位置是依然斜的向上走的 对不对 这个位置啊,我们需要每两行减6针 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啊,也减6针 后备片的这个位置,你看 它也需要这样减啊,也是减了6针啊 后备片的另一侧也是这样的 减了6针,好 减完6针之后,你的后备片 剩下了多少针 就把这些针数啊 一直向上支 不要剩多少 保持住这个针数啊,向上支 就是这么一部分 也就是总体高度啊 从你的页下开始剪针的位置向上啊 这个高度,一共是18厘米 看到了吗 我这可能掉出来了啊 好多数字的卡片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们来写一下吧 这18厘米呢,是从你一下剪针的 刚开始剪的位置开始算起啊 明白了吗 就是从你开始剪4针的另一位置 从这,直直直直直直 算起它的高度 18厘米 好了,后备完成了这18厘米之后 不要再动它了 也不要收针 就给它留针啊 留在支针上 等待着针片完成之后 干嘛呢 再混合针头 你现在针片还没有进行完 对不对 因为按照常规 我们是先织后备片 应该好织 好 这时候针片呢 同学们看啊 大家也已经在页下 知道了怎样剪针了 对不对 剪4剪6 好了 其中一个前片 4剪6都剪完之后呢 往缓向上支的同时 在这个领口这个位置啊 你要开始剪针 开始同时进行的 明白了吗 这位置的剪针呢 实际上 4针的锁链针没有变化过啊 你是在4针锁链针的外边 也就是 谁挨着这个4针锁链针 就去剪谁 这点大家能解吗 也就是 我们要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处啊 我们来看一下 隔五行 第六行 明白了吗 就是每六行啊 也要在它的锁链针的 挨着它这位置啊 再给它进行 写针 好 给它写一下啊 然后剪了九次 每六行 剪一针 剪九次 这个地方 看 你这四针锁链针 你看它从这样的绳子上来 这样走的 对不对 它会保持住这个样子的啊 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 一直向上 也是这样剪 每六行 剪一针锏 剪九次 两分一共剪了十八针 对吗 好 这时候啊 实际上你两点针都是在进行同时进行的 这边你要剪 这领口的位置需要剪针的啊 好了 当你剪完了这九次针之后 然后跟你的后背片去比对 如果一样高了的话 就把你剩下的针啊 和后背片的相同的针数取一样多啊 包括四针锁链针的位置啊 只要你看它的缝合点在这儿呢 你老这么压着它 推的往上来了啊 你看 剪头剪头取相同多的针数 包括四针的锁链针啊 以后背片相缝合 明白了吗 好 剪头放好之后 我们来说领子的部分啊 领子 我们需要在它的后背片 你完成之后呢 左右剪头缝合走了 中间领子你还剩下的是针套 这后并没有收针 没给大家讲收针啊 所以 这时候你需要沿着 你原来剪九针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边缘啊 就是锁链针的第一针 锁链针最边上那一针啊 你要给它挑针 所有针都挑出来 从你开始剪针的位置就算起一边一边 所有针都挑出来 这边也不是啊 从这所有针都挑出来 好了 挑出来之后 和你后背片剩下的针啊 这时候 所有的针数合起来 如果 如果 你多于九十针 没关系给它均匀的剪一下啊 告诉大家怎样剪 尽量的就在你挑的这个位置的 这个范围之内均匀剪 或者你在后背的这个位置啊 剪几针也行 后背不要剪的太多啊 这个这个位置也均匀一些 明白了吗 但如果你挑的少 你横横都挑出来了 哎呀 我怎么针数不够就是 你可以再加均匀加啊 就不要在后背的这个位置加了 就在两侧这均匀加 明白了吗 你这隔三针加一次 你这边也要隔三针加一次 就这样啊 你整理出来的效果呢 才会是非常好看的 用法 你把加的针聚集在这儿 这边的帧数少 那么你在乘客里面看上去就不舒适了 明白了吗 好 这九十针 我们之皮草花纹 大家想学这个针法啊 这并不是罗不齐针啊 这并不是用勾针工程的罗不齐针 这是用勾针的形式啊 完成的一种皮草花纹 这花纹呢 在之前已经发过的这个视频 在这个教训影片里面 给大家已经讲得非常清晰了啊 在里边可以找到 就是这一只皮草花纹 我们先上去给大家知道 十二鱼 然后收平边 看了吗 收平边 最后我们把它里面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进行 袖子的部分了啊 袖子的部分 更不济了啊 你看 它也是从这个位置啊 起针开始环形向上织的 起针上来织的就是 皮草花纹 我们起了多少针呢 三十六针 袖子啊 起好这三十六针之后啊 我们就环形向上 开始折这个皮草花纹了啊 这三十六针一圈啊 一共向上 折了十二厘米 看这个高度啊 十二厘米之后 我们就改成了 波牛针 给大家折到这个花纹啊 然后波牛针向上 一直折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需要加针的 那链子呢 看起来呢 在这个地方 它会更加舒适啊 更加适合 胳膊的这个助力 所以 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需要每隔十六 每十六行 加一针啊 一共给它加了 一四针 就是隔十五行 在这个位置啊 左右各加一针 两个加针的位置 比较很近 第二次加在右 左右各加一针 原来的呢 把我们加了十 用下了四次 这个时候 你的袖子 从开始吃波牛针 这个花纹开始 到这个地方啊 长度 已经来到了 三十二厘米啊 好 这个长度 三十二厘米 达到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 腋下的位置啊 正式的 剪针了啊 怎样剪的呢 袖子的腋下剪针啊 同学们 首先 我们要在腋下的 呃 一侧啊 我们主要给大家 还讲一侧 因为你是环境织的 所以 这边四针 和这边四针 实际上 你在剪针的时候 是一下子把这八针 都剪了 明白了吗 好 我们必须 又要给大家 讲文本了 然后呢 又要给大家讲 实际操作当中啊 我们在长距的手法 好 两侧各剪了四针 总体剪了八针之后 那么你原来是环境织 现在就改成了 往反织 往反织 往反织你要在它的起始位置 也就是在整个袖子的 袖子的马蹄的 两个边缘的位置 而开始剪针 非常非常明显的 现在有规律 剪针的方式啊 合一行剪 你得剪十二次 也就是每两行剪 你得你剪 十二次 两侧都剪 明白了吗 都剪完之后 你剩下就好 这就给它直接停收就好了 然后 合正身的 秀浓的位置 相和一合 这样 定行扭扣 我们这件 翻脸的啊 带皮草花 满泥的 一件 未知的开山 就完成了 更够复杂 对不对 好 大家协会了吗 有不同的 疑问 欢迎大家啊 在文明区的下方写出来 我看到以后 会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